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胆大包天的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机场偷了一架客机并飞上蓝天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第一次开飞机的他竟然完成了同滚飞行等一系列危险动作 他偷走飞机之后没有实施恐怖主义 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 好像他的本意仅仅只是想开飞机到处逛逛看看风景 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何会在这个普通的夏日夜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他的偷窃行为虽然让数千乘客滞留在机场 毁坏了价值3000万的飞机 但事后大家却一边倒的同情和支持他 此事也引起人们的反思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让我们先穿越回2018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下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 西雅图 这是一个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港口城市 也是该州最大的城市 其地标性建筑是184米高的太空真塔 建成时曾是美国西部最高的建筑之一 这座城市上有奥林匹克公园 下有雷尼尔雪山 左有班布里奇岛 又有华盛顿湖 景色确实很美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其源头还得从佛罗里达说起 主人公理查德·拉塞尔 于1989年9月 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吉韦斯特 他是家里的老大 下有两个妹妹 一家五口生活得其乐融融 他们也很喜欢这座风景秀里 三面环海的城市 可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理查德7岁的时候 父母搬到了万里之外的阿拉斯加州 一家人在安克雷奇附近的瓦西拉安家 这里的气候相对佛罗里达要冷很多 条件也更加艰苦 可理查德的适应能力很好 他很喜欢洁白的大雪 经常和家人到雪地里打雪仗 一点也不畏惧寒冷 他还喜欢摔跤和足球 这让他是越来越健壮 高中期间 他作为学校的橄榄球队主力 经常打比赛 并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曾经在一年中获得了六次打阵 除了运动天赋之外 理查德为人幽默 又擅长控场搞气氛 身边的同学都很喜欢和他玩 每次聚会 只要有他在 欢笑从不会断 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 他有多么的搞怪和奉趣了 高中毕业之后 理查德因为初次的球技 被瓦利亚州立大学挖去打比赛 可战绩平平 失望的他 觉得靠橄榄球是没什么出路了 于是就考进了西南俄勒冈市区学院 这是一所两年制的社区大学 坐落于美国西海岸 2011年 22岁的理查德 在一场教会活动中 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女孩 汉娜 自打第一眼 她就被汉娜的乐观和漂亮外表所吸引 情窦初开的她 想着一定要向汉娜提出约会邀请 不然定会后悔众生 没想到她刚一开口 汉娜就痛快地接受了 接着剧情就朝着大团圆发展 两个人坠入爱河 并很快结婚 过起了二人世界 汉娜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 因为她喜欢做烘焙 婚后 夫妻俩拿出所有积蓄 在俄勒冈州完成了这个梦想 两个人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面包店上 虽然很忙 但倒也乐在其中 他们很享受这样的快乐时光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汉娜开始抑郁 并时常闷闷不乐 主要是因为她远离家人和朋友 她是那种很喜欢和家人立在一起的人 可她的面包店 距离西雅图的家太远了 开车要好几个小时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汉娜和理查德商量忍痛割爱 卖掉心爱的面包店 搬到距离西雅图很近的萨姆纳生活 在萨姆纳 理查德和妻子从零开始 她正式进入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 她的梦想是当上飞行员 虽然梦想还很遥远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任何航空方面的经验 但她并不起内 愿意从底层做起 2015年 理查德作为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 地勤工作人员 主要的职责就是装载行李 为飞机除兵 以及引导飞机停靠和离开登机口 这份工作 虽然有各种机械设备加持 但并不轻松 不管是严寒酷暑 又或是刮风下雨 她都得在室外工作 工资还不是很高 理查德有时候也会抱怨几句 顶着最恶劣的环境 干着最累的火 却拿着最低的工资 时薪只有区区12美金 而那些机场内部的工作人员 一年四季都有空调锤 工作环境舒适 最低时薪却都有15美金 有时候 她也会将自己的抱怨 发在社交账号上 可抱怨归抱怨 理查德还是在为梦想继续坚持着 再说地平线航司 跟其他很多航司一样 会给自己的员工提供一些免费机票 这是一种常规性的福利 理查德对此倒是很满意 她喜欢旅游 所以一有机会 她就带着汉娜 去往世界各地旅游 日子嘛 过得倒也安稳 汉娜呢 虽然知道丈夫赚得不多 但是从不抱怨 从她的社交账号上可以看出 她对于理查德很满意 经常写出 丈夫是让我开怀大笑的男人 我非常感谢这个男人 我很高兴找到了 如此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 并度过了快乐的六年时光 我非常感谢上帝把他赐给我 等等类似的话语 当然理查德也没有辜负妻子的期待 他继续深造 在华盛顿州立大学 学习社会科学专业 一心想着 毕业之后努力表现 总能升官当个小领导 当然他还有一个后手 如果最后没当上飞行员 就参军入伍 同事们对于理查德的评价都很好 认为他为人善良 乐于助人 有时候还会搞点小幽默 工作上也没有什么疏忽 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所以大家对他的一致印象是 理查德是一个安静的人 是一个不错的好伙伴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 接下来竟干了一件捅破天的大事 闹得是举国皆知 2018年8月10日 29岁的理查德面色平静 像往常一样准时上班 他于下午2点36分 抵达机场的员工安全检查站 经过安检时 没有任何异查 随后他进入机场内部工作 而就在他到达机场前一个小时 一架来自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的庞巴迪 Q400客机 经过短暂的飞行 于下午1点35分 准时降落在机场 不同于我们之前空难中 经常提到的空客 波音和卖道 这一次是一个新面孔 而且之后的故事 与它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在这里 先稍微介绍一下 庞巴迪 Q400是一种 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 由加拿大航空制造商 庞巴迪生产 飞机的座位 一般在70到90个之间 属于中短途的支线客机 由于其出色的加速性能 和巡航速度 以及舒适性 该飞机被广泛使用 Q400也被人称为 冲巴Q400 是庞巴迪公司 在1997年之后 推出的机型 主打的就是静音降噪 Q正是英文单词 安静的缩写 在机场降落的这架冲巴 注册编号为N449QX 隶属于地平线航空 于2012年首飞 机灵仅6年 算是非常年轻 性能也很好 这是该飞机当天的 最后一趟飞行 降落之后 就停在机场东北角的 货运和维修局 相关工作人员离场之后 就没有人再关注这架飞机了 转眼 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15分 此时理查德依旧在上班 只见他开着一辆拖车 慢悠悠地 到达机场最北段的 一号货运停机品 静止停在了冲巴的旁边 然后迅速下车爬上飞机 因为飞机不大 不需要旋转梯 他通过飞机自带的前梯 就轻易进入内部 7点22分 没有学过开飞机的理查德 也不知道是怎么逃腾的 仅用了三分钟 就成功接通电源 启动了引擎 随即 两个螺旋桨开始缓慢转动起来 就在这时 只见他快速窜下飞机 又登上千领车 利用千领车 将飞机机头转向机场跑道 7点28分 理查德再次舍弃千领车 第二次登上飞机 这一次 他关上舱门 静止走向了驾驶室 开始操纵飞机 令人不解的是 理查德在这忙得热火朝天之时 又上又下的 飞机都启动开始跑了 机场竟然没有任何人发现异常 转眼 时间就来到了7点32分 飞机开始缓慢离开 通过滑行道前往16C跑道 此时 后知后觉的塔台工作人员 终于发现了异常 塔台通过无线电反复问询 到底是哪个家伙在驾驶冲发 可是没有人回应 飞机已经开始了起飞程序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轮子都开始冒烟了 接着飞机直接升空 塔台的工作人员慌了 经过简短的问询 在确认没有任何人授权冲发起飞 他们得出了一个骇人的结论 飞机被人偷了 这事儿简直是耸人听闻 要知道 放眼全世界 偷个小飞机倒要没什么 直接把客机偷走 这听起来就很荒唐 而且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事实摆在眼前 飞机已经在天上翱翔了 这时不知道是谁突然喊道 不好 可能是恐怖分子呀 机场方面为了以防万一 赶紧让准备降落在机场的飞机 转移到别的机场 同时 机场紧急关闭 所有飞机暂停起飞 甚至开始疏散机场的乘客 于此同时 机场方面将突发情况上报 高层得知之后 十分重视 第一时间联系了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 第142战斗机联队 空军方面从附近的波特兰基地派遣了两架F15英式战斗机 并装载空对空导弹 立马前往南景 还有一架加油机也紧急升空 以支持F15的续航能力 实际上在发现飞机被偷之后 机场塔台就一直尝试在呼叫宠霸 他们想弄清楚究竟是谁在驾驶飞机 没想到在起飞后不久 理查德竟主动联系了塔台 接下来我们就倾听李塔德是怎么说的 从对话中我们可以听出来 理查德非常兴奋 虽然是第一次开飞机 但他貌似一点都不害怕 而管制员这边呢 也相当专业 表现得极为冷静 他没有激怒对方 而是用随和的语气和其沟通 想让理查德尽量地将飞机安全降落 OK 然后你能看到所有的地图里面 你没关系随时有关系随时 或任何东西 No 全部是汽轻 汽轻 我只做了一个转移过 Ranier 它是美丽 我认为我拿了一些飞机 去查询一下 Olympics And Yeah No I'm not taking you to any jets I'm actually keeping you away from aircraft that are trying to land at SeaTac Oh Okay Yeah yeah I don't want to screw with that I'm glad I'm glad you're not You know screwing up everyone else's day On account of me There is the runway just off your right side in about a mile Do you see that? That's the That's the That's McCord Field Oh man those guys would rough me up I hope if I try to land in there I think I might mess something up there too I wouldn't want to do that Oh hopefully Oh they probably got anti-aircraft No they don't have any of that stuff We're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for you to land safely 空管员一直在和理查德沟通 並盡量让其降落在麦克德基地 但是理查德似乎还没尽兴 他继续飞行着 说话的同时 两架F15战斗机已经接近 不过考虑到理查德并不是恐怖分子 从无线电交流来看 他好像也不想搞什么破坏 所以战斗机并没有第一时间实施攻击 Dammit Andrew People's lives are at stake here Now Rich don't say stuff like that No I don't want to hurt you I just want you to whisper sweet nothings into my ear Would that be better than trying to land it? Like I know how to put the landing gear down Hey you think if I land it successfully Lavco will give me a job as a pilot? You know I think they would give you a job of doing anything If you could pull this off Yeah right No I'm a white guy dude If you wanted to land Probably the best bet is that runway just ahead and to your left Again that's McCord Field If you wanted to try that might be the best way to set up And see if he can land there Or just like the pilot suggests another option would be over Puget Sound into the water Dang Do you talk to McCord yet? Because I don't think I'd be happy with you telling me I could land like that Because I could mess some stuff up Well Rich I already talked to him And just like me What we want to see is you not get hurt Or anybody else get hurt So like I said if you want to try to land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place to go Hey I want the coordinates of that Orca With the you know the mama Orca With the baby I want to go see that guy 理查德所说的虎精 实际上是一个既感人又悲伤的故事 就发生在他偷飞机的前不久 当时全世界的人都围着洞笼 这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在2018年的7月24日 一条被称作J35的虎精妈妈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附近的海域 产下了一个宝宝 可遗憾的是 宝宝刚出生半个小时 就停止了呼吸 J35非常上心 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宝宝 即使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之后J35无论走到哪 都带着自己的孩子 使尽全身力气 不让其沉入海底 本来人们以为 这种情况最多也就持续个两三天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虎精妈妈一直被放弃 接下来的日子 J35带着幼崽在喊上前行 用各种办法将幼崽抱在手里 并时常拖出水面 这期间他一刻也不敢停歇 因为只要一停 幼崽就会沉入海底 他不敢睡觉 不敢觅食 渐渐地体力不支 可他依旧在坚持着 没有人知道他会坚持多久 转眼17天过去了 他还在继续着 要知道 在这17天里 他带着幼崽游了整整1600公里 最终还是幼崽身体开始腐烂分解 他才不得不放弃 虎精妈妈用17天完成了这场悲惨又漫长的告别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哀悼 也是迄今为止 时间最长的动物哀悼行为 全世界的人都被其所感动 刚好 理查德偷飞机的前一天 虎精妈妈还带着宝宝在前行 因此他想去看一看 不过空管员最终并没有提供坐标 在得知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些偷飞机的事件之后 理查德说 我有很多人关注我 我会不会抗认他们 我会不及时 我会这样做 我希望对他们的辩护 每个人都会 只要准备 我会有些图子 不过我从今 你可能会想起来 但如果他能够 可以开始一个正转 正转回向前 我认识你能够得很好的观看 但如果你要去那些方向 我会不会再听到你 在持续的沟通过程中 理查德突然的一句话 惊得空管员是一身冷汗了 他说 他所说的铜滚飞行 是一种特技飞行 飞机得像筒行那样 成螺旋状态滚转飞行 在战斗机上倒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特技 但在客机上这样飞极为危险 虽然空管员一再请求理查德 不要尝试危险的特技飞行 但他还是做了 而且竟然奇迹般的完成了 虽然过程充满危险 距离水面仅有三米 动作完成之后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两名战斗机飞行员 对于理查德这个第一次开飞机的人 就能完成如此动作也很惊讶 甚至确认了好几遍才敢相信 当空管员试图再劝其在水上降落时 却已经听不见理查德的任何回应了 晚上8点43分 飞机一头扎到了 离机场约40公里远的一个 叫克特隆的小岛上 这座小岛虽然不是荒岛 但因为四面环水交通不便 上面居民稀少 最多也就十几个人 当得知飞机坠毁之后 附近的消防员立马前往小岛救火 但由于渡轮延误 最终花费了一个半小时 才到达飞机坠毁地点 可飞机坠毁导致的大火早已蔓延开 附近的大树都被点燃 消防队经过抢救 最终确认 现场只有理查德一个人 这场闹剧 最终以理查德的生命 和一架价值3000万美金的飞机报废而告终 灾难发生之后 相关调查立马展开 飞机的黑匣子顺利被找到 并进行了解码 由于这次有着完整的无线电记录 且黑匣子比较完好 飞机从机场起飞到坠毁 行踪非常透明 所以调查过程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11月9日 FBI就结束了调查 结论就是 理查德没有参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 他背井干净 身边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非常有道德的人 乐于助人的人 说他会用笑声和善意 让每个人都走上正轨 对于这样的人 谁都想不明白 他为何要偷飞机 这也是调查组头疼的地方 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 在无线电的录音中 我们似乎能找到答案 理查德在于空管员的沟通过程中 形容自己是支离破碎的人 说身上的某些螺丝松动了 他还透露 薪水太低 生活并不如意 另外前面就说过 他在社交账号上抱怨 工作环境差 薪水非常低等等 综合分析 这似乎就是导致他郁闷不爽的原因 他偷飞机 或许只是为了给自己不快乐的工作 和低薪水找个宣泄口 然后放纵一把 没有过多考虑 也没有考虑到伤害别人 在飞行过程中 他似乎把自己想做的都做了 看到了美好的风景 实现了难度较高的同管特技飞行 也许他从偷飞机的那一刻 就明白了已经没有回头路 甚至连他自己生命的终点都规划好了 他在无线电通话中也表示 自己并没有打算降落 调查组通过黑匣子 发现飞机在坠毁过程中 他没有实施任何挽救措施 禁止冲向小岛 很明显 理查德是故意坠机的 为了不伤害无辜的人 他还特意选择了几乎无人居住的小岛 飞机从升空到坠毁 一共持续了一个小时15分钟 灾难发生之后 理查德的家人无不感到震惊 都不愿也不敢相信 要知道 理查德平时表现的都很正常 没有任何征兆 他会干这么一件大事 因为这件事 大量乘客的出行受到掩误 准备降落的飞机也不得不改到 但奇怪的是 当理查德和空管的无线电通话 被传到网上之后 人们非但没有责怪他偷飞机的行为 反而给予了同情和理解 很多人表示 他是一个既温柔又勇敢的人 他没有想过伤害别人 他做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为了摆脱生活的枷锁 寻找一种解脱 事后 有关怀念理查德的活动 更是层出不穷 他甚至被人们称为天空之王 人们制作了各种衬衫玩偶等物品 来纪念他 还有为他而做的单曲等等 理查德的家人 在手臂上纹了特定的纹身 他们说 每当看到纹身的时候 就会想起那个爱笑的天空之王 即使事隔多年 家人依旧想不通 平时欢笑不断 爱搞怪的阳光小伙 为何会做出如此疯狂之事 后来滚尸杂志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理查德精神不稳定 也就是说 他很可能患有精神病 病因是他在高中和大学期间 在橄榄球生涯中遭受的多种脑震荡 导致的脑损伤 但由于理查德已逝 真相是否如此 已无人知晓 其实理查德在2017年的时候 就曾进过天西航空的一架飞机的驾驶舱内 当时飞机停在西雅图塔克马机场 他向天西航空的一位机长询问 如何让飞机成功起飞 或许从那时开始他就在为偷飞机做准备了 这次事件虽说风险已经降到了最低 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伤害 但是却给美国航空业敲响了一个警钟 理查德这么一个很普通的低情人员 竟然如此轻易地就登上飞机并启动了 还没有被人发现 这很明显是漏洞 说明航空公司对员工的审查上有问题 实际上他们的审查程序确实简单 虽然飞行员会接受定期体检 但是航空公司的低情人员的体检范围就非常有限了 往往不包括心理方面的检查 要知道全美航空业从业者有近百万人 如果有人心理上存在问题 那他在偷个飞机搞个大破坏 后果难以想象 所以各大航空公司对员工的身体和心理的检查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且机场内的管理分工应该更加严谨和明确 最后我想说的是 虽然网络上有很多人对于理查德的行为 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甚至大有崇拜致敬之意 但是我认为 即使人生的旅途中有各种不如意挫折和压力 也请别做出像理查德这样的危险行为 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不仅会给无辜大众带来巨大的伤害 浪费社会资源 更会给家人和朋友带去永远的痛 严肃地说 这就是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 切不可盲目崇拜和魔法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